腾讯体育十月一日圈,公牛今天在他们的季前赛节目战中击败骑虎,扎克拉文表现出色拿到21分, 在后公牛主教练弗雷德霍伊伯格称赞拉文的表现,他表示拉文的爆发力还在,正视频直播季前在决定VS胡人姜姆斯自尖首秀,那个公牛球迷熟悉的拉文回来了,在今天公牛与骑虎的季前赛中,拉文打了24分钟,13投拔中,拔球5拔5中,拿到21分,4个篮板,三次助攻和两次抢断,带领公牛, 以128比116击败骑虎取得开门红,拉文这样的表现,无疑让公牛和他们的球迷感到欣慰,毕竟拉文是他们在2017年夏天用几米巴特勒换来的球员,在拉文上赛季,因身仅打了24场比赛的情况下,过去两个赛季总共打了71场比赛,公牛仍然在今年夏天给了他一份每七四年价值8000万美元的血缘合同, 那么因为膝盖伤势自今年3月16日以来就没有打过比赛的他,会在新赛季给公牛带来怎样的期望,从今天这场比赛来看,拉文带来的是惊喜,拉文太棒了,霍伊伯格说, 他做了我们在球赛期谈论的一切,他的爆发力还在,可以说除了拉文之外,公牛还有其他一些球员也打得不错,两位替补鲍比波蒂斯和安东尼奥布莱克尼也都拿到了21分, 更令霍伊伯格感到高兴的,是他们全场获得了27次发球机会,26中,在罚球,险上就比提普19发15中多得了11分,我喜欢我们的节奏,霍伊伯格说, 我们从来没有在三分线外真正找到手感,三分九十把投了四中,但是我们仍然能够进攻,抓到篮下并得到27次罚球机会,这就是你需要做的, 公牛今年的七号秀小温德尔卡特也有不错表现,他替补出场打了25分钟,八投五中,罚球二中一拿了11分,七个篮板和两次助攻,他不惧怕任何人,霍伊伯格说, 此外,公牛今天在防守端也有不错表现,只让替补打出了45.4%的投篮命中率和33.3%的三杯球命中率,并在篮板球上以52比45击败替补,我一直在认真的盯着球,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端,拉文说,我觉得自己在防守端可以做得很好,我只需要保持专注,这就是注意力方面的事情, 请,掌雷